市場也太多了吧 都是海鮮 滿滿的海鮮啊 這個市場啊 就是米其林等級的餐廳 哈嘍哈 歡迎來到台南 East hot Fresh 哈嘍哈 Fresh Fresh 你好 今天今天是台語的哈 大家好 大家好 對 我們今天這個算第二天了嗎 算第三天了 應該算第三天了 落地那天就直接睡覺了 我們即將要離開我們的酒店了 我們要先去北壁的市區住一個晚上 然後後天就要去北壁的水上路 然後我們今天就是 把行李先掛在第一天的飯店 因為我們等到最後兩天 2728的時候會再回來到這個地方 那我們現在即將要出發去北壁 這個是我們今天要坐的車子 跟昨天跟前天都一樣 現在就是放行李中 帶大家看一下 就是他們這裡是右駕 然後副駕駛這邊還是可以再坐一個 這裡有兩個座位 一個 兩個 後面有123456 後面六個然後前面一個 所以總共是七個人 然後他們是右駕 好嗎 好啦各位 我們現在開了40分鐘的車程 我們來到泰國最著名的 吞烏里海鮮市場 好不好 其實跟陳如爸昨天 跟各位介紹那個 Otoko的那個市場其實有點類似 但是它這個更高級的海鮮的市場 我們等一下一起跟著車路爸進去 Let's go 正對面就有一間他們所謂的 蓮花超市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看到 在我的正後方 他有看到嗎 他們的站地的面積好像要比昨天的那個 Otoko的那個市場還來得大 可以選一下你們想要什麼 See food 然後跟他們講 他從泰國蝦後面是不要吃最大的 跟各位說 進來之後 他這邊一樣會有座位 在我後面有沒有 這個地方 然後剛剛 大谷谷有說到啊 他們那個市場啊 泰國蝦的部分 盡量不挑那種最大隻的來吃 這樣一隻200塊 而且你看他們這個魚 全部都是剖開來的 螃蟹 然後這樣一盒這樣子是400塊 然後蝦子也是 然後這個蝦子還不是最大隻的 我們剛才有看到那個 店員拿很大隻的那個泰國蝦 哇這個 市場也太多了吧 都是海鮮 滿滿的海鮮啊 他們說這個市場啊 就是米其林等級的餐種 你們想吃生蠔嗎 吃生蠔 吃生蠔 OK 算了 剛剛那個螃蟹是吃涼飯的嗎 對 它這個應該是燙過熟的 哦 欸你沒有說一下 你今天兩個泰國朋友叫什麼 B Ар Harry 另外一個就是泰國 另外一個就是泰國 他說 說哈勞 哈勞 我們來參加 10塊 綠新 可愛 可愛 Capps Capps groß 如果要選三盒 三盒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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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 好的 歡迎來到台南 歡迎來到台南 跟著我們當地的泰國人 一起逛海鮮市場 感覺就是很不一樣的 因為從頭髮其實對海鮮也不是很了解 所以跟著他們 泰國人一起買海鮮 比較不會被騙的感覺 我發現他們泰國人在 拿這個海鮮是完全沒有在手軟 而且他們也不挑 看了就直接拿 血蛤 他說這裡面吃起來全部都是血 他一樣是用烤的嗎 而且他們這裡的螃蟹 他們都是冷凍的 剛剛我們有買了一盒 他們都吃冷凍螃蟹 我覺得很特別 跟台灣不太一樣 找尋 下一個食物 這是什麼 可是我覺得他們那個小隻好像比較好吃 一公斤太大隻了 因為 只是頭重而已 一公斤三百五 一公斤大概有 一公斤三百五 那他為什麼不買那個 他們已經料理好的 要怎麼吃 真的喔 喔 三百五 欸他們很準耶 我們繼續下一站 買完蝦子 他有中文耶 我真的覺得我們台灣要多學一點 你看他們的菜單 他們的中文字很大 然後英文字很大 可是他們自己本身的泰骨 其實是最小的 剛剛買什麼 就是炸鱸魚 他剛剛叫我挑啊 那個鱸魚 他一隻多少錢 三百五 是算三百五 他不是很重 可是他剛剛又說 中筋三百 應該他是講一隻吧 去買蟹肉炒飯 去去去去去去 所以我覺得他們這裡的市場 衛生的方面 我覺得真的是 顧得蠻好 而且在他們那個 海鮮的那個 保鮮成果 我覺得也做得不錯 而且竟然不會有 那種很 臭丟的味道 並不會 而且他們前半段 是全部賣海鮮 然後後面 全部都是賣吃的 我們繼續跟著 谷谷的腳步 看下一站去買什麼 這個很怕冰的看 喔 你看你看 他們那個顏色都好鮮豔喔 這個然後 還有還是哪一個 這個是梅子Soda嗎 我幫他們點一個 這個 就點這兩個 這個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這個是荔枝嗎 這個是 融洞的 很好吃的 螃蟹炒飯 螃蟹打烤飯 他可以推薦 他都很好看 那我們現在就是在買 那個炒飯類的 而且我覺得他蠻厲害的 他帶了一個筆記本 然後他可以 精算他手上的 剛剛所買的那些東西 然後他會大概算一下價錢 然後他會大概算一下價錢 畢竟我們今天要吃飯的人 也是不少 加起來應該有 十七 十八個人 買三百塊就可以 跌到一瓶免費的菊花茶 等一下看出來 他會幫我們送到多 這麼好 他會幫我們送 我們現在買的就是這一間 他說最著名的是炒飯 還有這個蝦餅 但是我不知道點了什麼 等一下再來看 反正裡面都是海鮮料理 就對了 感覺炸的東西偏多了 還有賣蔬菜類的 還有賣蔬菜類的 欸真的欸賣蛋糕的欸 漂亮 烤魷魚來了對不對 對 姐姐好不好吃 他就在吃 這個蝦子來了 這個蝦子看起來就很新鮮 薄的餒 薄的餒 妳在大蝦餒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我想吃吃看 他的烤魷魚好不好吃 他們一定要蘸這個醬 他們一定要蘸這個醬 香蝦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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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 我要吃看看他們剛才做這個裸 他聞起來沒什麼味道 就是 超車的味道 這個像什麼你知道嗎 像台灣的海雷啊 但是他有點血味 如果你不喜歡吃那麼新的味道 我不建議你點這個 這個是蝦餃 三百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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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妳講 他的肉真的很新鮮 吃起來 不會柴 他的肉是非常紮實 他們是不建議說 去點那個 黑吃街的 他說這樣比起來 那個新鮮度會有差 而且他還買了一個 很特殊的那個蝦 他那個蝦餅 他那個蝦餅是做的像甜甜圈的形狀 他們怎麼連檸檬茶都有泰式的味道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是 最泰式的吃法 你看我把鴨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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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甜的 很好吃 很好吃啊 很好吃啊 好喝喔 好喝 而且他很辣 很夠味 好喝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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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那個辣椒是慢慢的上來 後進的辣 你剛吃下去沒有辣 而且他上面有像那個脆脆的 有點像那個像什麼 油蔥嗎 對油蔥 有點像 他像油蔥 然後呢 前面是甜的 後面真的這個味道 後進的上來 辣辣酸辣酸辣 感覺全部上來 好喝喔 好喝喔 你看你看 你看 你看 哈哈哈哈 好喝喔 純如霸是一個太舒服 忘記跟大家結尾 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訂閱按讚分享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 好喝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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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喝喔